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指出 归功于广泛的疫苗接种 与持续上升的新冠疫苗接种率 不止数百万美国人体内 都拥有不同程度的抗体 且就算最近正面对着新感染病例不断增加 也具备一定程度的免疫力 可更有效地辨识与对抗病毒 然而Delta病毒持续变种 仍引发新的担忧 卫生专家说明 因为Delta变种被认为是更具传播力 且需要更高免疫防护的变种病毒 且即使以接种疫苗 也应该考虑持续接种最新版本的疫苗 才能确保免疫力足够对抗新的变种病毒 有鉴于此 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主任曼迪科温便呼吁 随着美国人的免疫系统 不断适应新冠病毒的演变 为了确保人体内具备持续有效的免疫力 将强烈建议民众在2023年秋冬季 支持并接种最新版本的疫苗 才能更好地对抗病毒反扑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